我和美国人拼了 哪一个打一个 我不和我打技术 你打命 谁能放手不论 这是中国硬汉刘文波 打美国人下手最狠的一场比赛 只因对方美国选手 赛前实在太猖獗 在发布现场 美国选手公然羞辱中国男人是娘娘腔 更是狂言 三拳就能把我们打到尿裤裆 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 非常精彩的中美队局 美国汉将桑冬李奇 大战中国硬汉刘文波 没有错 刘文波是来自于山东的一个好汉 山东这个地方很特殊 英雄好汉那是数不胜数 好 眼前这个家伙 这个大毛 他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全台汉将桑冬李奇 哎呦 这个家伙已经46岁了 我的妈呀 46岁还来中国打拳 但是观众朋友们 别看这个家伙已经46岁啊 一脸杀气的中国硬汉 34岁的刘文波 那刘文波34岁啊 正属于职业生啊 巅峰17 身高186体重93公斤 观众朋友们啊 也就是200斤的一个体型 那刘文波的话 有着我们山东人的直闯性格啊 也是非常的爽朗 最近也是表示啊 这场比赛我要和美国人打命 我要看看谁的命比我的命还要硬 观众朋友们开来刘文波 这场比赛已经做好了这个输死一搏 要和对手拼命的准备了 好 小眼神很坚毅啊 大家的粉丝也很多啊 因为一场比赛在中国举办 哦呦 刘文波在骂对手 哦 从他的嘴上可以看出啊 骂的东西可能并不是很好听啊 所以说我们就是不听了 好 当然 当然了 对方的美国拳手 这个桑农李奇啊 这老大毛呢 肯定听不懂 这刘文波感觉恨不得 把冲上去吃掉对手 好 没有错 第一回合 好 没有错 刘文波一上来往前压 哦呦 双方开始了 呼 连续的杂机 我的妈呀 护轮了十几拳 还在打 哦 观众朋友们这个刘文波的火气 我的天哪 已经是溢出了屏幕 好 可以看出真的是很生气 这个双方的火药味也是十足 两人都是一百公斤 一百公斤以上 也就是二百多斤 身高上刘文波是有优势 比方的桑东里奇 对家跑得很快 哦呦呦 KO对手 Light Heavyweight Contest Schedule for 3 5 minute rounds That's the SecondCC Hook This landed for Shannon Rich That's something I recommend he keeps doing суд意的小心 哦 sabe Feuerühren 逆手可是巴西揉入黑袋 刘文波現在有點被動 ão有连去了走擊 這個傢伙的對面能力很豐富 哎呦不好刘文波的脸被打开口了 对方的桑东里奇一直在攻打刘文波的这个伤口啊 这个脚很歹毒 这个时候刘文波想起身 找一个机会 好双方的龙兵递局 所有裁判终于是出手了 刘文波的这个脸啊都是鲜血 看来这种比赛打的也并不是那么轻松 对方桑东里奇的话占据地面上的优势 这个家伙的地面经验很丰富 而刘文波在战力上的拳法经验还是很丰富 尤其比赛开始打的还是很有压制性 好处理好伤口 看一下刘文波接下来的表现 我觉得啊这个伤口呢 已经是点燃了刘文波的这个怒火了 好哇刘文波这个充满杀气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哎呦对手又来了 刘文波要小心做好头部的防守 地面上的较量完全就是看两个人谁的力量更足 刘文波毕竟还是年轻 所以说想骑身还有机会 但是这个老家伙牙的狠死 最后的一分钟 哎呦一个翻转 刘文波拿到了上位 连续的杂机 哦刘文波的拳都轮得很圆 哦对手好像是没有反抗了 还在打哦呦 裁判终于是 终止了比赛 也是害怕刘文波再打下去 有可能会打死对手 我的妈呀 这样比起打得非常的精彩 真的是酣畅淋漓 呃刘文波和对方也是血战了一回合 也就是四分钟 虽然是短短四分钟啊 但是双方拳手打得也是突破血流 呃刘文波也是完成了逆转啊 完成了一场反杀 投者比赛打得确实很精彩啊 寒场淋漓 果然刘文波在前自己所说的 要和对手拼命这件事啊 他做到了 哎呦对手还是跪在地上 我已经被打懵了 好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精彩回放 刘文波的一个转身 这个完全就是力量上的一个优势 也就是砸击 每一下都是打击手的下巴 好 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恭喜刘文波 战获了这场大战啊 美国选手桑农米奇的对局 这个拳头轮的针子是很远 山东好汉啊 果然迷不虚传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刘文波的赛后花言 哎呦大国风范啊 观众朋友们 打赢比赛 我们还要安慰对手 对手也被打扶了 举起了我们的手 好 再次恭喜刘文波 刘文波 我们有点複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